云省商界之首 沈氏集团 遭遇三大家族联合攻击 损失近百亿 岌岌可危 大小姐不在 你们连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了 让让让 不好意思啊 徐建林 这次的商战来势汹汹 三大家族摆明了要趁大小姐不在 对我们沈氏集团发起联合攻击 实在是用心险恶 就是 让小姐在的时候 这群孙子 懂得跟什么似的 哪敢像现在这么嚣张 可是大小姐失踪了三年 问题要是再得不到解决的话 鸡船恐怕就 岌岌可危 无力回天了呀 要是大小姐在的话 就好了 是啊 请问这里需要打扫卫生吗 大胆 谁呀 竟敢打断集团高层紧急会议 赶紧滚出去 紧急会议 你们说的就是这种犹如过家家般无聊的商战小人线 真是可笑 我听说沈氏集团的高管 无疑不是云省商界沉浮数十年的声名显刻之 怎么 因为这种简单低劣的商战都解决不了 你们行不行啊 听你的意思 你有办法 听好了 我只说一次 王家的儿子在国外犯了事 王家家主正在想尽办法解决这件事 只要你们能利用好这个弱点 王家一定会为你们所欲 只要击溃三大家族其中的一家 剩下的三大家族不过就是一盘散沙 不足为惧 妙啊 妙啊 先抓住王家的把柄 再让三大家族狗咬狗 这样他们就没有机会攻击我们了 急走 我现在就去给王董事长打个电话 卫文回归 听吧 是 这位小姐 请问你是谁啊 怎么 才三天没见 已经认不出我来了 大小姐 怎么是你啊 恭迎大小姐回归 恭迎大小姐回归 起来吧 大小姐 大小姐 您的三位哥哥已经找了你很久了 是否通知他们 你已经回来了 告诉他们也无妨 三年了 我也是时候该回来 立刻通知下去 我们大小姐回来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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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回来了 小妹回来了 婚宴暂停 我去接 手术暂停 我去接 眼球暂停 我去接 总裁 您的未婚期已经回沈家了 被专机 去云省 可是您今晚还有一场跨国会议 不重要 我已经 等他很久了 大小姐 您回归的事情 已经发出去了 现在 外面有很多人都想见你一面 尤其是三大家族 他们自知 这次攻击沈氏集团 惹恼了您 想为您办一场回归夜 来表达歉意 那就统一安排在明天吧 不让您办的事怎么样 哦 我已经派人 给您的丈夫顾怀之先生 送去了一份百亿订单 并告诉他 我们沈家 是他们首要的合作对象 现在顾氏集团 已经是A市的商界新秀 接下这份百亿订单后 不但会成为 A市首屈一指的企业 更是会一步登天 在全国展露头角 而您的丈夫顾怀之先生 也会成为云省的商界效处 势手可热 当年顾驾落败 怀之备受打击 我怕我的身份会带给他压力 于是便隐姓埋名 陪伴他在身边三年 如今他也算功成名就了 我也终于可以公开我的身份 大小姐 属下有句不该说的 这些年 您一直暗中扶持他 才为了今天的成就 您这么做 真的值得吗 夫妻本事一体 何必计较这么多 再说了 从他救我的那天起 我就已经决定了 我的一切都是他的 可是 先别说话 我小姑子的电话 喂 思思啊 小叔堂 我不管你现在在呢 十分钟之内给我滚回来 我哥有事通知你 大小姐 他 我要再回顾家一趟 也是时候向怀之 坦白我的身份了 好 思思 你怎么站门口呀 为什么不进去 你哥呢 我哥没空见你 把这协议给我签了 然后给我滚蛋 离婚协议 这什么意思 这还不够明显吧 你跟我哥的婚姻 到此为止 思思 你别开玩笑了 我跟你哥过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离婚呀 你先让我进去吧 我给你做饭 不用了 你不用进去了 凭你现在的身份 已经跟我哥 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了 我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哥 我配不上他 没错 我哥现在可是过世的总裁 带着我们顾家 基深进入了富豪前三 而且现在已经拿到了 云省顶级财发 沈氏的把丁合同 已经是沈家重点的 合作对象 我哥的前途 是无量的 而你 不过就是在我们顾家 蹭吃蹭喝 三年的臭保姆 根本上不了台面 不是 别拿你那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侮辱我 你们家吃的 喝的 用的 全部都是我给的 包括那百姨订单 全部都是我给你们的 你给的 哼 你知道我们顾家 一个月要花多少钱 几十万 是你这个臭保姆 能给的起的吗 你以为你是什么 隐藏的千金大小姐 可以让大名鼎鼎的 沈家代长 齐明齐总经理 亲自把百姨订单 给我送过来 齐明不过是 听到我的命令 才会行事 别说大话了 赶紧把协议签了 跟我哥离婚 但你的行李箱给我滚蛋 离婚可以 但你又让顾怀之 亲自和我谈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想让我哥 亲自来跟你离婚 我告诉你了 离婚可以 你要让顾怀之来 亲自和我谈 否则你也谈 你这样死缠烂打 除了让我更加厌恶 没有任何意 顾总 你终于肯露面了 几千万 前次 从现在开始 别再纠缠 你带我什么 习惯 习盖 谁少啊 行 你要多少 我都可以满足 但你要快点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 别耽误时间 什么叫耽误你的时间 难道在你的心里 公司比我们的婚姻 还要重要吗 是又怎么样 是又怎么样 三年前 我跟我妈 还有思思挤在地下室里 受尽旁人白眼的时候 我就曾经发誓 我一定要站在权力的顶峰 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 都跪在我面前 而你呢 出身卑微 身份下贱 你跟我在一起 就是我人生中的污点 所以 我只能选择 跟你离婚 一个出身卑微 身份下贱 顾怀之 我本来以为 我起早塌黑的 付出三年 可以换来你 至少一丝的景点 我没有想到 原来和我结婚 就是你人生中的污点 是吗 好 不就是离婚吗 我答应 那就赶紧把字 签了滚 你别后悔 你别后悔 后悔 就凭你 别想让我歌后悔 我可告诉你 我哥马上就要跟 沈家高管之年 白千语小姐 离婚 你那不过就是一个 上不了台面的臭保姆 而已 甩的就甩 有什么可悔 千语姐来了 花痴哥哥 我们昨天约会 你提到的白衣订单 我给你拿来 谢谢啊 约会 白衣订单 这就是你要跟我离婚的理由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现在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我需要的 是一个可以为我带来利益 而不是一个 只知道洗衣做饭的保姆 你就是怀之哥哥 那个身份低贱的前妻吧 你能把怀之哥哥 让出来算你时趣 像你这种出身低贱的人 跟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 只有我这种出身高贵的人 才能把沈氏集团的白衣订单 送给怀之哥哥 只有我才能做怀之哥哥的妻子 你是说 这白衣订单是你送的 没错 这白衣订单 明明是我受益其名送给顾家的 大爷 不惨 不识好歹 你一个离了顾家 什么都不是的气负 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 顾怀之 不久之后 你就会知道 我说的这些事情 到底是真是假 而跟我离婚 也将是你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我要是后悔 三跪就扣请你回来 我要是后悔 三跪就扣请你回来 好 记住你说的话 把我爸的怀表给我 一堆破虫烂体 你想要就给你 顾怀之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恩怨两亲 但是你给我带来的屈辱 我一定会百倍奉还 就他 还百倍奉还 你算什么东西啊你 嘿 行了 思思 道不同不相为谋 以后在顾家 我不想再听到这 怀之哥哥 听说明天晚上的晚见 那位沈家大小姐也会来 再见 你说的是那位 沈家大小姐 不错 就是那位沈家大小姐 备受三位哥哥青睐 是整个云省最惹不起的人 不过呀 我跟他十分相熟 称得上是归中密 真的 没想到千语姐 能与这样的大人物 成为朋友 那岂不是 这都不算什么 如果你们想认识的话 明天晚宴 我可以引见你们 怀之哥哥 如果你能得到 那位小公主的青睐 你的前途啊 定是不可限量的 那就谢谢白小姐了 不用这么客气 我还有事 等明天晚宴的时候 我们再见 好 明晚的晚宴 一定好好帮我寄婚 争取得到 那位大小姐的情来 大小姐 那个顾怀之 已经跟你离婚了 你为什么不直接 取消那份百业订单啊 平地摔倒 哪比得上 从顶峰跌落 更来的刻骨铭心 在明晚的宴会上 我会亲手将顾怀之 对我的羞辱 以及这三年的错误 连同他们在我面前 高高在上的骄傲 一并归回 大小姐 宴会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进去吧 走吧 妈 我哥说今天晚上的 宴会特别重要 咱可千万不能 给他丢脸呢 你放心 你哥也是我儿子 我肯定不会惹事的 审出他 妈 你怎么 闭嘴 谁是你妈 你坏人 刚跟我儿子离婚 就放上大款了 你还要不要脸呢 没有证据的话 你可不能乱说 证据 你都和这男人 拉拉扯扯了 还用证据 像你这种不知廉耻的 难怪我儿子跟你离婚 我跟顾怀之 结婚三年 我从来都没有 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 明明是他 你放屁 你要是洁身自好 我儿子能和你离婚 就是 在我们顾家 白吃白喝了三年 真是不够要脸 把我哥的钱还来 没错 把我儿子的钱 拿回来 净身初步 放肆 你们敢敢欺辱 沈家大小姐 沈家大小姐 你说这个贱人啊 她要是沈家大小姐的话 我把我头拧下来 给你当球铁 你这个男人 竟然还贴 这个坏女人想出头 你滚 你别让人 我敬你是长辈 所以一直隐忍 但如果你要是 再污蔑我的话 我不会客气 你吓过谁呢你 我可亲眼看到了 我哥给你一条项链 你给我放哪儿了 拿过来吧你 被我找到了吗 我看你还拿什么脚链 我告诉你 你这种行为算偷窃 这是我爸的遗物 还给我 我凭什么要给你 你已经给我哥了 那就已经算我们顾家的东西 想拿过去 没门 还给我 我告诉你 现在就算是我毁了他 我都不会 蒙给你的 找死 思思 你没事吧 你个白眼狼 你竟敢打思思 我跟你拼了 你干嘛 你们 你们居然敢打我 来人 把这两个夫妇 给我带下去 放开我 你们这个贱父遗父的 干什么 我要告诉我儿子 你们给我等着 你们给我等着 大小姐 那两个人怎么处置 没有教养的东西 当然要好好教训 是 等等 不要 不要畏极性 教训完之后送去医院 好 坏者哥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那三位啊 就是云市三大家族的少爷和小姐 他们呀 掌控着云市所有商界人的生路 那沈家大小姐呢 沈家大小姐呢 掌控着在场所有人的生路 走 三位小姐少爷好 我叫顾怀之 我们认识你 听说顾总获得 沈氏集团的青睐 前途不可限量啊 顾总 喝一杯吧 太瞎惶口 我呀 怀之哥哥 你看的是谁 沈初堂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参加宴会了 沈初堂 以你的身份 你怎么可能来参加沈家的宴会 你肯定是跟着我们偷偷溜进来的吧 沈初堂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再怎么死缠烂打 我都不会回头 你再这么做 只会让我更加恶心 死缠烂打 顾总还真看得起自己 你 喂 哥 我和妈被别人打了 什么 谁敢弄我顾怀之的家人 还不是沈初堂那个贱人 他偷我们家东西 还被我和我妈发现帮大款 我们只是上去教训了几句 他就让人把我们打进了医院 连咱妈都不放过 哥 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千万不能放过那个臭婊子 你们先去医院处理 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沈初堂 是你派人打了我妈的私 沈初堂 是你派人打了我妈的私 我是动手 可能是他们 别说堂 你良心被狗吃了 伯母再怎么样也是你的长辈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非得动手打人 非上你的嘴 只在我之前 麻烦你先搞清楚事情的始步 你敢动手打我 你 等一下 沈初堂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种心思打的女人 就因为我跟你离婚 你就要出去找清楚 还报复我的家人是吗 顾怀之 结婚三年 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是吗 沈初堂 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动手打我的家人 你现在立刻我去医院 阿根思思道歉 绝无可能 要道歉 应该是他们给我道歉 沈初堂 我终于知道怀之哥哥为什么要跟你赢 赠你这种身份卑贱的人 真是提底叫了我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还不明白吗 今晚宾客临急 在场的无疑不是云省云流 省民喜客指 你一个下等人闯进来 早已冲撞了他 怀之哥哥是不想让你死 太难看 才给你整条活路 让你去道歉 可你偏偏不知死 我自身死路 我哪里需要顾怀之来给我生路 更何况 这宴会本来就是为我举办的 我 为什么不能来 厉害 你可真厉害 今晚这场宴会 是为了那位万人之上的沈家大小姐做准备 你算个什么东西 别敢冒犯那位首付千金 好 怪不得他会被顾总抛弃 哎呀 知道吗 凤爷整个云省 就算是我们三大家族 也不敢得罪那个沈家的小祖宗 你一个小小的欺负 哪里来的勇气啊 沈叔堂 你是不是跟我离婚离傻了 沈家大小姐那可是云省万人之上的存在 你敢得罪她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你错了 从结婚到现在 我没有一刻比现在更清醒 我 沈叔堂 就是沈家大小姐 不知死活的东西 还敢冒充沈家大小姐 齐总马上就要带着那位大小小姐来了 还不赶紧跪下 让我跪 你还不够格 城市集团大小姐都不够格 那再加上我这位李家继承人呢 不够 那再加上我周家继承人的身份呢 还是不够 沈叔堂 这三位代表的可是云省最顶端的势力 一句话就能定人生死 你不想活了可以 别连连我顾家 顾总既然这么弹生怕死 要不然就上一边待着 我就想看看 今天这里到底还有多少人 敢让我给他退下 那再加上我白家够不够 白家 没错 虽然我们白家不是什么名流之家 但是我们白家代表的 可是云省最顶尖财阀的沈氏集团 今晚我的父亲 就由沈氏集团那位大小姐亲自接近 到时候我的父亲 会升为沈氏集团的高官 还一句话 就能让沈氏集团灭了 到时候你觉得我还够不够 白家既然能够得到沈家大小姐的接待 看来真是有一飞冲天了 能一读沈家大小姐真容的 这份殊荣 白家还是头一个 看来以后不敢侵犯这位白小姐了 区区一个沈氏集团高官的位置 就可以让你们产生日子 可惜在我的眼里不过是楼宇 你 我知道在场的各位都非常看不起你 可是我的身份 你连贵心都不 好啊 放眼整个云市 你是唯一一个敢对我们自大家族投尽了 既然你运行求死 那我就成去了 来人 给我把这个女人的骨头一根一根打乱 扔出去喂狗 我看谁敢动他 你们在干什么 沈初堂 我原本想让你慢慢体会到绝望的感觉 现在 齐总来了 也不需要我亲自动手 你就等着齐总把你赶出雁卫听话 是吗 那我们拭目以待 不止死给他东西 你给我等着 沈初堂 你到现在还不自己指头离开雁卫 非要找死是吗 找死的是你了 我为什么要做 齐总现在已经到了 芊瑜马上就会将你冒充沈大嫂姐的事情告诉他 他可这种大嫂姐的心理 你要是现在主动离开宴会 我们也不会追求你的精神 把你送出去 要是还不出去 只会惹怒到齐总 连最后的机会都白白丢掉 不怀之 你可真是有够蠢的 现在还搞不清楚情统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 是你们有求与我 秦明 你是为我 施总 到现在你还敢口吐车来 你能不能认清你自己 结婚三年 什么都不是 你出去顾家少女人身份 你是什么样 今天在场的每一位 都是身份尊贵 声名显客之人 你一个无父无母身份 卑微如今又是我顾家的弃妇 给他们骑邪的资格都没有 你怎么敢说出这种口吐车来呢 你错了 放眼整个A时 甚至整个云省 我 沈初堂 赶排第二 就没有人赶排第一 你 金灵 你 沈初堂 你发什么疯 齐总的名会也是你叫的 这个贱人 我还担心一次出不定 没想到他竟敢当着 齐总的面大放厥词 这下他死定了 齐总 您不是刚才问我们在干什么吗 我们宴会厅 流进来了一只风 我们正准备弄 对吧 风口 对啊 就是他 一个赖在顾家三年 最后被扫地出门 根本上不了台面的下等 是吗 那你倒是说说 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来扰乱宴会啊 回齐总的 这个下等人啊 就是因为被顾家扫地出门 新生院 背着顾家为非坐的 今天又不知道用什么下坐的手 闯进我们为沈大小姐准备的宴会 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罢 可是他偏偏找死 是在场所有A事的权贵与无物 出言不逊 不知尊卑冒犯全场 更甚至 他还辱面您的迷惑 我们好言相劝 可是他面本加厉 他竟然说自己是那位尊贵的沈大小姐 真是何其狂妄 其罪当中 没错 齐总 这个欺负 罪不容赦呀 口无遮拦的蠢货 就理应受罚 要我看 单靠他冒充沈家大小姐的见证 死一万次都不够 能让我们三大家族一起出手 也算是他的殊荣呢 为了替沈大小姐惩罚这位欺负 我擅自作主 别和在场的名流 正要将其断气傲礼 您就了 好好 你们还真是好样的 齐总谬在 我们也是为了维护沈大小姐的名誉 不要被这种低等身份的下线人给玷污了 请齐总捎得不可 我们处置完它 就会回去向沈小姐赔礼道歉 处置 今晚的宴会 该处理的 是你们 齐总 拜见沈大小姐 拜见沈大小姐 大小姐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沈大小姐 他怎么可能认识齐总啊 齐总 当着我们三大家族的面 怎么敢如此撒谎 我知道了 原来啊 他并非是那位沈大小姐 肯定是齐总刻意偏忽的 没错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沈小姐的真容 但是 却跟他在生意上交过几次手 沈小姐可是出了名的冷酷无情杀伐果断 最重要的是 他还和笔集财阀附加电影情 怎么可能是这个跟顾家成婚三年 还被抛弃得下肯定 哼 就是不知道 他用了什么手 竟得齐总如此贪污 哦 我知道了 他一定是故意勾引齐总 以他这种出身下贱的人 齐总怎么能看得上他啊 本初堂 没想到我们离婚对你打气这么大 你竟然堕落到狂齿地 下贱的让我耳心 顾怀之 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能愚蠢到这种地 事实都已经摆在你的眼前了 你还是不愿意相信 也好 你不如睁大眼睛看一看 我到底是谁 秦明 现在立刻派人 将赠与顾家的百亿订单合同取过来 我要解除合作 是 沈初堂 你装大人物还装上瘾呢 沈氏集团的合同 也只有那位沈大小姐才能让他送回 你凭什么 凭你出身下贱 还是凭你爬上齐总的床 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出身不好 没有远见 起码人还是善良 但没有想到你谎话连篇不知廉耻 别急 等到合同送过来 你自然知道我说的话是真是假 继续出案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一会儿如果合同送过来 我看你怎么死 无可救药 吉总 我不知道他沈初堂当初怎么勾引你 但他 就是一个谎话连篇品行败坏到极点的下床铺 你当真要为了他赌上前程 冒犯沈家冒犯沈大小姐吗 顾总 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吧 待会儿 如果合同来了 你们又该如何自处啊 合同一会儿要是真来 我亲自下跪给他磕头道歉 没错 若是这个贱人能让合同送过来 我白千语跪在地下磕头给他道歉 可是现在合同呢 合同到哪了 合同不会自己长着脚走过来了吧 沈氏集团 百亿合同到 沈氏集团 百亿合同到 这合同真能送来啊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一个厨师下等着 怎么可能让合同 送过来 肯定 是齐总告诉他 齐总告诉他 这个时间段 合同才能送过来 所以才让他趁机钻了空子 差点就被你给骗了 这合同 一定是千语为我争取 把它给我拿过来 想要吗 把合同拿过来 你 你不配 你疯了是不是 贱人 你竟敢撕毁合同 支付合同 可是我爸搭信促成的 除了沈大小姐 就连齐总都没有资格 你这是 不把我爸和沈大小姐 放在眼里 你爸算是什么东西 刚好 你倒是提醒我 我也是时候 该见见这位白家家主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父亲 才会养出这么愚蠢的女儿 你 秦明 通知白家家主 十分钟之内滚回来见我 如果逾期未到 白家 A氏除名 是 不知苏先生 不愿千里来到A氏 可是那位有什么指示啊 白家主 无需这么客气 副总这次过来 并没有什么指示 只不过 是为了见他的未婚妻 不知副总的未婚妻是 今晚 宴会上你总能见到 董事长 沈小姐的回归宴 就要开始了 我们该出发了 好 不忘我苦心经营半生 今日宴会之后 我白家终于一步登天了 一步登天 一时情难自尽 让苏先生见笑了 那位沈小姐啊 年纪轻轻的接管沈氏 我白家自愿归其回家 当时啊 还被这个 城里州三大世家 视为笑柄 如今啊 岁月更替 这三大世家呀 也只剩下 昔日的余晖上村 对沈大小姐 记手相拜 你反宽我白家 不仅仅是站队了队 更是有望一窥 这A是第一世家之名啊 哎呦 白家主 你可真是 深谋远虑啊 哎 不不 让苏先生见笑了 和那位沈小姐相比啊 我白家还是差得很远啊 只不过可惜 这位沈四小姐 不知道为什么 就消失了三年 不过还好 如今终于要回来了 就在今晚的宴会上 不错 如果我白家 能够抓住这次千载单逢的机遇 得其青睐 哈哈哈哈 傍眼到A市之外 也不在话下呀 那就提前恭喜白家主 万事顺利吧 哈哈哈哈 小小 这齐总啊 开电话催我啦 哈哈哈哈 喂 齐总您 白家主 你可真是生了考女 沈小姐吩咐 十分钟之内赶到夜会现场 否则 白家 A市除名 A市除名 齐总 这到底是怎么 快 被折大我去演会现场 立刻 看来这白家 是成不了A市第一次家了 福总 邀请他到手了 我马上到 沈初棠 我没听错吧 你要命令我爸 我爸可是沈氏集团的总经理 有望与齐总比较 就凭你这个下等人的身份 也配把我爸走 我配不配 你待会就知道了 好啊 那我就给你十分钟 如果十分钟之后 我爸没有了 就算有齐总给你撑腰 我也有各种办法 让你死不葬身之地 那如果你爸来了呢 不可能 我三分钟之前 就已经给我爸打拨电话 我爸正在上心 接待一位非常重要的大人 我答应跟你 只是想跟你玩玩 废话那么多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 你爸要是来了 该怎么办 如果我爸要是来了 我就跪下来 给你磕头道歉 从此以后 逐出白家的家 不再当白家的继承人 脸女 你给我闭嘴 爸 你怎么来了 你还有脸问 给我滚下 爸 别叫我爸 我生不出来 你这么一个蠢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告诉我 他还有脸问我 你自己做的事 难道你心里就没有书吗 我干什么了 我到底干什么了 枉我为了白家 倾注一切 苦心惊盈半生 如今 即将如日中天 今天 全被你毁了 我什么都没做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妈你要相信我 滚开 习总 今日 我白起天愿 受一切责罚 至于我那个逆女她 她最不容设 这以后 逐出白家 爸 你不能教会我 白起天 还记得 我之前说过的话吗 记得 我说了 十分钟内 你若是不来宴会谢罪 白家 A事不明 齐总 我 你来迟了 不 齐总 这些年我白家 亲亲亲历 这一切 你都看在眼里 对不对 你怎么能 白家主 你难道还没看清楚 现在的局势吗 沈小姐 求沈小姐 给我白家留条活路呀 白家家主 何必把姿态 放得如此之低 沈 沈小姐 方才你女儿可是说 白家将在今夜 一夜登天 家族今夜 屹立三十年而不倒 如日中天 还需要退路 初生 这个初生 她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把她压上来认罪 放开 跪下 沈小姐 今天我这个逆女 任由你处置 我白齐天 绝无二话 方才她可是说 要将我的骨头 一寸一寸地打断 扔出去喂狗 之后 更是污蔑 我跟齐鸣有忍 伪造百亿订单 撕毁合同 在她眼里 我不过是顾家的一介弃父 一世无成 目无尊卑 是A是败 理应当诸 这种情况的话 我可不敢随便发落的 不知白家家主 换作是你的话 面对这种事情 该怎么处理 是 贱人 你少在那儿装枪做事 你就仗着你跟齐总游战 敢有什么资格 跟我爸这样说话 信不信我现在导死你 他没资格 那我们有资格吗 啊 没资格 那我们呢 这三位不怪是宠媚狂魔 听说他们常见在国外 让他们不远万里来出席宴会 恐怕只有审家大小姐了 共赢三位少爷回归 共赢三位少爷回归 你们刚才说 谁没资格 这三位可是出了名的宠媚狂魔 若是让他们知道 沈初堂这个女人冒充沈小姐 还撕会合同 定会将沈初堂碎尸万顿 回三位少爷的话 我们说的就是这位 顾家的弃妇沈初堂 弃妇 对 就是这位弃妇 他一事无成 赖在顾家整整三年 最后被扫够出名 就是因为他被扫地出门新生院 他不仅悄悄爬上起走的窗 还大胆说 他是你的魅力 还想要毁掉沈家和故事集团的签约 当众死掉百亿合同 他这种行为 真是和情狂妄 不错 他罪不容赦 就单是他对沈大小姐不尽 就够死即忘回 更何况 他撕毁了百亿合同 这个女人根本没把沈小姐放在眼里 既然如此 那你们觉得应该如何 像他这种名弯不灵的人 就应该齐罪当诸 齐罪当诸 在这个宴会上 该出的 唯有你 沈大少 大哥二哥三哥 好久不见 沈初堂你疯了是不是 沈初堂谁给你的胆子敢跟沈大少爷攀关系 你这是不想活了 是不是沈大少 找死 沈大少 你这是干什么 弄开 主堂 尽力劝过 是你一心非要求死 我不欠你什么 给我家更不欠你什么 是你咎由自取 管得任何事 怎么样 没被欺负吗 嗯 这三年过得到什么日子 受着这个 那天怎么回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沈大少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就是一个欺负 怎么能得到您的器重呢 这绝对不可能 逆女 你闭嘴 白家真是好大的威风 自足 不可不破 尽敢伤害我妹 给你们留下这一条命 已经是格外堪了 我 我们 还准 白家保不住了 我 我 生家和 人家 统统是愿让白家万劫不复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跟你女啊 从今以后 你不再是我白家的精神人 我要将你逐出白家 看来已经不需要你自请退出白家了 因为你现在已经是白家的 我不去你 你是这样的 不对 这绝对不对 这 就是你的选择 我 我说你顾驾能有今天全部都是倚仗于我 我说白亿订单是我受益的 我说我就是沈小姐 我说他们想要让我给他们道歉 他们不够格 你现在相信了吗 所以这三年你一直都在赢 是 你为什么我总得告诉你 你只要说出来事情就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我告诉你 你就会相信 我 会怀之 你骄傲自大 总是觉得别人都亏欠于你 实际呢 你只要付出了一点点的努力 就觉得自己比别人都辛苦了百倍 仙卑 你总是说我一无是出 莫无尊卑 但实际上 狂妄自大的人是你 我无尊卑的人也是你 一无是出的人更是你 不可能 怎么可能 我为故事集团付出了这么多 大家都有目光 不能解皮一句话就否定了我所有的努力 不知道你为什么乱冲 这三年是我付出了所有努力拼接了所有的心血 才缔造了如今的故事集团 自私之中 靠的都是我自己 顾怀之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要不是我小妹 暗中出手相助 你去追求人家 你算个什么东西 当初顾家破产 你备受懒惰 我知道你生性高 我愿意接受帮助你 一心想要复兴家族 我害怕我的身份 对你来说会有负担 于是我以普通人的方式 陪在你身边三米 可是也正是这三米 不怀之 你让我彻底看清楚了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确实 不是我最开始的 行了 不用再解释了 你所谓的权势与地位 在我看来 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有一句话你倒是说对了 我们 确实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人 从今往后 道不同 不相为盲 你好自为之 故事已然自毁生路 各位 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 沈大少 今晚 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沈小姐 在这儿 我等 还给沈小姐赔礼道歉 对 没错 今天晚上 都怪白千语 要不然 我们也不可能误会沈小姐 都是误会 周家 也愿向沈小姐赔礼道歉 各位耍完了威风 几句话就想把此事一计而过 还请沈小姐开个尊口 怎样 才算是我们赔罪 怎么 我现在有资格说话了是吗 是 还请沈小姐给个机会 这样 你们自断生路 我 沈小姐可真幽默 是啊 沈小姐 你可真会开玩笑 我可没有说我在开玩笑 沈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自面意思 程大小姐是听不明白 沈出唐 我程家 可是云省三大家族之一 我知道你有点本事 但别以为 就可以抢人所难 我要是真的想抢人所难的话 程大小姐恐怕没有办法站在这里跟我说话 即便如此 沈小姐一句话就想让我们复练 绝 我妹妹一句话让你们三大家族 不 主意 沈大少 凡事都有个度 今天晚上 是我们有错在先 所以我们愿意放低姿态 赔礼道歉 但是在场的诸位 无疑不是A氏 臣服数十年的声名赫赫之一 根系深渊 底蕴庞大 就凭他 小小名字 有什么死 一句话就让我们复练 程小姐所言极实 我李家 也是A氏顶级世家之一 他轻飘飘一句话 就让我们自断生物 太可笑了 沈大少 这位小姐在胡闹 您 总不能也跟着胡闹吧 与我妹妹相比 你们三大家族又算得了什么 沈大少言重了 我们只是自保而已 赔礼道歉口 但自断生路 试问在场的诸位 有谁能认同 王家不认同 尊家也不认同 我们不认同 我们不认同 沈小姐 你年纪轻轻就接手沈氏 确实是了如 我程曼自愧不如 但是我还是要奉劝你们一句 知进退 懂谦卑 我们程家 虽然比不上你们沈氏 但是也不顺理一句话 就能定下生死 没错 先夜 若中名门世家 倾力相对 你拦不住 你们就这么确信 不错 我程家纵横A是五十年有余 抛开身份 我意识有底气 有能力作为仪仗 而你呢 你又有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手段 才让三位少爷 对你如此青睐 但是 我敢断定 你并不是沈家大小姐 否则 你怎么可能下架给故事 除了三位少爷对你的维护 你还剩下什么 倘若你真有能力作为仪仗 那为什么不拿出来 让我们大家看看 你说的对 是该拿出来让他们看看 对吧 那就让这位程大小姐满意吧 三分钟之内 我要看到程家破产 是 三分钟 我们程家虽已不负鼎盛 但是 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财富和经验 也不是说三分钟就能消除的 就算是三位爷来 也不能再倾客见 就让我们程家灰飞烟灭 作产而已 用不到三分钟 一通电话的事 只不过消息传到这 需要点时间 沈大少 恕我直言 一个空有背景 没有脑子的女爸 今天在场的 可不止由我程家 是吗 还有谁 我A是李家 愿与家共进 A是周家 愿与程家共进退 既然你们执意要共进退 秦明 在 那就一并清除了吧 是 沈小姐 你是执意要把事情都做起来了 沈明小姐 你今夜实在是放肆 来人 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三位少爷 你们真的要因为如此 与我们A是三大世家为敌吗 A是三大家族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与我小妹相提并论 我等再不进 也是这A是的身居高位者 而他 一个坐吃空山 毫无实力的花瓶罢 就想凭一句话 让我们全部家族倾刻复明 简直是痴心妄想 一分钟 只需要一分钟 我让你看看 我是不是痴心妄想 好 那我就等你这一分钟 喂 陈总不好了 我们成家所有的产业 都被下架了 停止终止合作了 你说什么 齐鸣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这成家 起码也是A是顶级世家 给他们点面子 哦 大小姐 我下次注意 没有下次了 A是 以后不会再有成家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我赴燕慈的未婚妻 要断你A是世家的生路 有何不可 她 是我赴燕慈的未婚妻 是帝京富家未来的女主 这份本事 够了吗 我和我守复之子 帝都采放富家 是帝都太子爷 传闻 富家的子嗣众多 每一个都具有争夺继承人的权利 即使最后成不了继承人 他们也能独当一面 成为一方的顶级豪门 而这位 他不仅是富家的长宣人 更是华国未来的主人 这个女人 怎么能勾搭上帝都富家 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就是帝都富家 选中的人 来人 凤离 初次见子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小心意 还请沈小姐收下 不要嫌弃 你是 帝京富家 富言辞 你名正言顺的 不会吩咐 最吻蓝钻 价值连长 全世界只有这一条 这钱 被匿名人士买走 要那样 黄绝的房子 非财权通天者 不可住 这些都算了 他刚才随随便便 就把富家一半财产分出去 这手便 没想到 没想到 沈初堂这个女人 背景不简单呢 竟然让帝都富家的少爷 拿出一半的资产 来当众施爱 原来是帝都的太子爷啊 难怪你会如此目无尊卑 难怪齐总 和沈家会对你如此谈 我输了 程家 沈小姐 程曼以前多有得罪 愿自断生路 但我还有一事相求 望沈小姐成全 说 今日之时 皆是我一人所付 与我家人无望 还望沈小姐高抬跪手 放我家人一条生路 品行端正正 可以 多谢沈小姐 你们呢 李轻荷有眼无珠 愿自断生路 求你们 奉李家一条生路 周凯有眼不识泰山 愿自断生路 还望沈小姐 奉周家一条生路 我等冒犯沈小姐 集罪当初 愿自断生路 还请沈小姐留下生路 那清算重视家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了 沈小姐 现在 我们该好好聊聊了吧 既然傅先生有雅兴 那我愿意奉美 不好唐托了家人 沈小姐 不如 我们换个地方 那就劳烦傅先生带路了 等等 顾总 你还有什么事吗 所以你今晚仰仗的人 就是他什么 是或者不是 跟顾总又有什么关系 沈初堂 你之前还说是因为我 才隐瞒什么 可背地里早就跟他搞在一起 是吗 当初我不嫌弃你的身份 跟你在一起 但如今你却背叛了 你还借着这个男人打压我 现在真让人恶心 郭华晨 我妹妹脾气好 不代表我的脾气也好 再跟初言侮辱她 怎么打死你 这位先生 请你注意你的言词 打压你 真用不着这么多人动手 没有沈小姐的帮助 你自己玩一把 就输得什么都不胜 我就明白了 一个靠出卖肉体的 有什么好值得你们这么拥护的 沈初堂 就那么一世间我真的很幸运 我以为你长本上 能让其从敬畏 能让各大世家向你低走 那一世间我真的很幸运 至少我顾怀之喜忠 就是那么一无一世处 可现在你真让我恶心 三年了 从来都没有像现在 一世间我这样的失望 郭总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知道我说出来这些话 你可能不想听 但这就是 今晚你确实出尽了风导 让A省的各大世家 自断生功 放眼整个A省 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到 可那又能怎么样 你不过就是靠着你身后 这一个又一个男人罢了 不管你今晚出了多大的威胁 到头来你还是你自己 你从来都没有凭借自己的努力 真就趴起来快 顾怀之 你很快就会知道 我沈初堂并不需要依靠任何你 相反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现在早都已经到处去谈合作了 而不会像你现在一样 为了所谓的尊业 念 在这里做这些无意义的教论 真是愚意的 沈初堂 你太自以为是了 这就换我原路奉还给你 顾怀之 现在 让顾氏集团倒台的政策 才刚刚开始 诸位 今日我沈初堂与顾怀之恩怨两清 再无瓜葛 我沈氏集团 将终止对顾氏集团的一切帮助 以后 谁再敢跟顾氏集团合作 便是与我沈初堂作对 顾怀之 没了我的帮助 你的顾氏集团 什么也不是 这顾氏集团 从敬礼之初开始 就拿到了价值不菲的项目 看来 都是沈小姐为其铺的路 他倒 不报恩 反报仇 这么说 除去沈氏集团的帮助 那顾怀之的公司 岂不就是一具空壳 这下顾氏集团 可要完蛋了 本来就有一部登天了 可惜了 任初堂 像你这种只会依靠男人的女生 我没有兴趣攀附 你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顾总今天的话 真是让我大开眼睛 记住你的话 别后悔 能让顾怀之后悔的事情有可能 但绝不可能是因为你 跟你离婚 是我做最正确的作用 傅先生 您贵为帝都傅家少主 没有必要在这种女人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只会让你更真实 既然这位先生知道我是地精富家的寿人 那请问 你又有什么资格来以下令上 教我赴燕此做事 走吧 石小姐 我一定会带着故事集团一步步走向帝都傅家的高度 沈初堂 我要你亲眼看见故事集团的崛起 我要让你知道 一时得势终将一无所有 大少爷 新城区的项目 你还打算交给故事集团吗 不错 为什么 那个顾怀之那么对小姐 难道 这是小姐的意思 诶 初堂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这么做 会不会有些不妥啊 毕竟小姐刚刚故事划成界限 所以 才要把这个项目 交给故家 对于故事集团而言 这是力挽狂澜的机会 项目的初始投入需要十个亿 这也恰恰是他们故家 能拿出来的所有机器 如果小妹一直在故家 他们大可以高枕无忧地投资 可是小妹已经离开故家了 没错 所以 从今晚开始 我们就把暗中帮助故家的 如数取消 所有合作的渠道 全部终止 原来如此 故事连自己都不清楚 故事集团近九成的商业资源 都来源于 审视集团下属的分支与让利 一旦终止 故事集团的资金链 会瞬间断立 既然他顾怀之自认为能力非凡 能帮故家抬上高位 那我当然要给他一个展示自行机会了 故事的资金链一旦断裂 绝对拿不到前期十个亿的投资 投入支持不到 那近两百个亿的项目 也绝对不会推动 那个时候 庞大的违约金 将会将故事集团彻底压垮 话可不能这么说 万一顾怀之 真的有能力力宝狂澜 付顾家之相亲呢 那顾氏也讨不到任何好处 没了审视的帮助 顾氏即便是做好这个项目 也会彻底把他们拖垮 更何况 那个顾怀之 根本就没那个能力 倘若他真的有自知之明 就应该知道 顾氏根本就没有能力 结束这个项目 果断拒绝才是最好的选择 否则 他所期盼的希望 足以让顾氏一蹶不振 彻底破灭 那就是顾家 旧游自取了 三位少爷 正是在帮小姐 换顾家 不不 我只是在给他一个 展现自己的机会 让他知道 没有出唐的什么都不是 傅先生 现在可以聊一聊 我们之间的事情了吧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位 苏惟蒙面的未婚夫 沈伯父和我爸妈定下的 没和你提起过吗 我爸 是的 沈伯父和我爸妈 为我们定下了这份婚约 这是沈伯父 留在傅家的幸福 这么说 婚约是我爸 私自和傅家定下的 可是 你可是帝都 傅家的继承人 你的未婚妻 理应在帝都 中千金中选择 为什么会选择我 傅总虽说是嫡子 但从一众子弟当中 厮杀出来 确实不容易 当年傅家 背负受敌 虽然表面风光 但实际上 却没有那么高的位置 五年前受了点伤 那期间 傅家旁之蠢蠢欲动 想取而代之 他们很可能和帝都 任何一家世家联手 理时帝都 并无可信之 选住沈小姐你 自然是因为 沈小姐才华出众 而夏里一直都催着我结婚 沈小姐你 你正需要一位靠山 可是我并不需要靠山 所以 这婚约还是作备的 我知道 沈小姐不要误会 这不是逼迫 明晚有空的话 去见个人 再拒绝也不迟 这是帝都傅家的 贵宾尊卡 可以最大支持 傅家的资源 同时 遵享傅家旗下 所有产业最高利益 大厦 仅此一周 所以 A市最顶级的 七星级酒店 云顶天宫 就是帝京傅家 下属产业之一 沈小姐不介意的话 明晚见面的地方 就定在那儿 好吧 那这张卡 我就收下了 好 沈小姐去哪儿 我可以送一程 不用了 我自己有程 明晚见 这位富少主 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老头子 最好别给我找个大麻烦 哥你回 哥 你 你 你 这 你这是怎么了 被谁打的 沈初堂大闹晚宴 前夜的事 也太被毁了 什么 沈初堂这个女人 她居然 你这伤 快过来做 你这伤 不会 也是她找人打的吧 沈初堂攀上了帝都父家 周围不能还手 那 这事就这么算了 我们顾家离帝都父家 那还差得远呢 那我只能忍 那倒也是 哥 你都生成这样了 你不会还要继续工作吧 你不休息吗 不休息了 那你 身体这样能吃得消吗 没办法呀 签约一试最后不了了之 公司必须尽快确定 下一个发展目标 现在正是不可懈怠的时候 沈初堂这个贱人 行了 以后别再提这个名字 哦 喂 什么 顾市集团中标了 哥 怎么了 新城区的开发项目 顾市中标了 中标了 我们集团 就是那个 价值二百亿的那个 我们中标了 没错 就是那个项目 我们顾市中标了 哥 你说 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 可以挤进A市顶端 喂 通知下去 从明天起 集团上下全力投入新项目 哥 到时候 我们因为这个项目 挤进了A市的顶端 那沈初堂 那沈初堂差不多应该也被傅氏踢出去了 您说 他会不会还哭着跑回来 求你看他一眼 他要是这么做 这会让我觉得恶心 大小姐 您真的要应下这份婚约吗 先看看他富家少主想做什么吧 小汤啊 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没打扰到你吧 顾老爷子 是我 是我 明天中午 我们顾家小聚 在那个云顶天宫 我想邀请你一起来参加 老爷子 明天我还有些事情要忙 有些事 是不是怀之他不让你来啊 这臭小子 越大越不懂事 你等着 你看他来了 我怎么收拾他 老爷子 其实我跟他有情 你就不用替他说话 你的为人 我懂 天哪 小心来 我给你做主 就当 是给我老头子一个面子 时间也不早了 你赶紧休息 明天我等着你啊 小姐 您还要去顾家呀 这五年来 顾老爷子对我势如己出 明天我还是过去一趟吧 对了 准备一份礼物 明天我会亲自带过去 是 小姐 到了 好 你先回去吧 真的不需要我陪您进去吗 万一顾家的人再对您 不妨 我能应对 小姐 家宴小聚 听闻顾老爷子洗字画 所以我特意从仓库里面 挑选了一幅 送给先生的字画 我师父的字画 不错 这幅字画虽然很久了 但保存良好 价值不可估量 有心了 要不我帮您拿进去吧 不用 你先回去吧 好 沈出堂 你来这里干什么 当然是来吃饭了 苏苏 这位是 我哥的下堂妻 这里可是高档餐厅 你有这么多钱吗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来这里吃饭 人均至少要二十万 你呢 就少在这丢人现眼了 来人 把他给本少爷赶出去 来人 把他给本少爷赶出去 这云顶天宫 可是高档餐厅 不适合穷鬼消费 二十万而已 这个酒店 我买了 小姐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开个价吧 沈出堂 你怕不是跟我哥离婚了以后 脑子坏掉了 这里可是A市 唯一一个七星级酒店 价值二十个亿 你不过就是一个 跟社会脱贵的弃妇 给你十辈子 你都赚不了这么多钱 还真是一个 跟社会脱节的弃妇 这酒店 就算是我李家 也不敢说 能买下来这种大话 你哪来的自信 李家 我昨天还见过李家家主呢 经理啊 你还是赶紧把她赶出去吧 不要侮辱了酒店的名声 小姐 请你离开 慢着 在请我离开之前 你要不要先看一下这张卡 贵宾尊卡 这 这张贵宾尊卡 可是能透支歉意啊 打下 也只有这一张 这卡我都没有见过 怕一个弃妇怎么会 肯定是假的 哦 沈朱棠 你居然敢用假卡 你知道这里是哪儿吗 这里可是帝都财阀 副家的财成 得罪他们可是要坐牢的 你就等死了你 时关重大 全世界只有这一张 是真是假 我也无法确认 你 怎么能让我相信呢 经理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 他呢 不过就是给我哥当了三年的家庭主妇 在我们顾家 只会做饭的臭保姆 怎么可能会用贵宾尊卡 我看呀 他就是想打中脸充胖子 想让我们顾家瞧得起 您啊 还是赶紧把他拽出去吧 什么 没错 这种人拥有贵宾尊卡 本来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哼 原来 你就是被顾家抛弃的那个人 还竟敢伪奏贵宾卡 来人 给我把他赶出去 慢着 那如果我能证明这张卡是真的呢 你能证明 把你这个酒店买下来 不就能证明了吗 小姐 你确定 你刚刚说多少来着 二十个亿 够不够啊 不够的话 我可以再加 好 如果你能拿出来二十个亿 我就把酒店卖给你 否则 我就依你 惹事闹事为由 报警抓你 齐鸣 送二十个亿到云顶天宫 酒店大堂了 沈出堂是吧 你是怎么说出这种话的 就算是我李家 市值也不过才十个亿 即便拿下十亿合同 也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 才能市值二十个亿 你说怎么有这么多钱 还要口出狂言 买下这家酒店的呀 哎呀 总会 我看他八成就是精神有问题 咱们 要不还是给他挂个 精神病院的号 太处连了吧 三分钟 二十个亿 马上就送他 一分都不会胜 我倒要看看 你这二十个亿 是怎么变出来的 还有一分半钟 钱马上就会当 别说一分半了 我给你十分钟 钱呢 钱呢 在哪呢 三 二 一 钱来了 在哪呢 钱在哪呢 沈初堂 你做白日梦 总得有个限度吧 漂亮小丑 不用管 我们进去吧 别让顾爷爷久等了 嗯 啊 啊 啊 这拿来这么多钱 这 这张卡 居然是真的 沈初堂 你是不是疯了 你哪来这么多钱 说 这些钱是不是偷我哥的 别总拿我和你哥挂在一起 再说了 你哥有这么多钱吗 沈初堂 你这个贱人全敢打我 黎少 你可是A13大家族的小少爷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这个贱人 知道我是谁吗 我哥可是A氏李家的继承人 你敢动我的女人 你是不是想死啊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立刻跪下 给思思磕头道歉 我就可以只废你一条胳膊 留你一条命 那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你现在跪下给我道歉 否则的话 后果自然 你是聋了吗 李少让你跪下 给我道歉 我看你是敬酒 不吃吃罚酒 你错了 吃罚酒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 好 某种 那我就满足你 我希望等会我哥来的时候 还能像现在这么硬 一分钟到了 沈楚堂 你疯了吗 你居然敢拿李少 你这个女人 给我等着 喂 哥 我现在在云景天宫 我被人打了 什么 被人打了 被谁 一个不知死活的女人 完全不把我们李家 放在眼里啊 你在这儿等着 我马上过去 李总 司战清算的事情 还没处理完 李家不能就这么破产 我带你跟我一起去 拜访沈小姐 这事不急 我们李家虽然已经 自断生路了 但也不是什么臭鱼乱虾 都能骑在头上撒野的 我倒要看看 哪个女人胆子这么难 敢动我李家的人 顺便啊 再敲打敲打坐会 沈小姐可是说了 若是世家小辈品行端正 还能留一条手 行了 走吧走吧 哼 你完了 你给我等着 等我哥来了 你完了 好啊 那我就等在这儿看看 到底谁能给我好看 保 保冲啊 是谁 敢动我李庆辉的弟弟 是谁 敢动我李庆辉的弟弟 李小主 顾家顾思思 见过李小主 到底怎么回事 哥 就是这个贱女人 她居然打我 李家主 我们本来 是过来给我爷爷 办生日宴的 结果没想到 碰到这么一个 对李家出言不逊的人 她出言不逊就算了 还让李少给她下跪 还对我们大打出手 好大的胆子 哥 你看思思这脸 都被打红了 打思思就算了 她居然还敢打我 今天一定要弄死她 给我出来这口恶气 不吃死活的东西 既然你敢动我弟弟 今天在这儿A市 就没人弄 沈小姐 小 给我弄死她 给我弄 哥 你这是做什么 你赶快教训她 哥 你撒我干什么 你个畜生 给我闭嘴 刚才李家家主 好像是说 真是 没有人能保得住我是吗 才一晚上不见 李家的气焰 都大了不少 不是的 沈小姐 我 哥 你怕这个贱女人 干什么呀 闭嘴 你现在 给沈小姐 归着道歉 道歉 你让我给她道歉 干什么玩意 道歉 别让我生第三死了 李家李清辉 见过沈小姐 这卡里有一千万 是李家别点心意 也是为了 给李家那些 逆子赔罪的 请您一定要收下 李家主 你这是在做什么 哥 你在干什么呀 你怎么给这个女人下跪 你给我闭嘴 你要再多说一句话 就滚出李家去 愣什么 给我过来道歉 道歉就不必了 不过李家家主 既然这么喜欢 用钱来解决问题 不如 我给你两千万 买李家所有人的生物 如何 沈小姐 从今日起 将此人逐出李家 任其自生自灭 还求沈小姐 跟李家其他伙伴 留一条生物 你在说什么呀 住嘴 你知不知道这次 惹了多大的麻烦 逐出家门 他的生路了 你死了我的命 扔下吧 哥 你是不是疯了 你为什么要听这个女人 来人 把她给我拖下去 听我法罗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哥 哥 李家家主做事倒是干脆 那是自然 毕竟 侮辱了沈小姐您 李应当庄 不知道沈小姐 今天来这儿是 这跟你没有关系 不过你最好 管好李家的人 李家 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 是沈小姐 我起床了 站住 顾总有事 爷爷的身体 不如从前 我们离婚的事情 他还不知道 我不想让他受刺激 你觉得这件事情 瞒得住吗 等时间到了 我自然会告诉爷爷 但不能是现在 行 顾总还有别的事吗 今天家宴上 来了不少人 你最好少说话 注意你的言行和态度 别给顾家丢人 这就不让顾总费心了 来来来 让我们取杯 祝老爷子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沈初唐 你怎么会来这儿 你给我滚出去 是我让他来的 爷爷 宁舍不知道 那个贱人他刚刚 够了 你说你 言语粗俗不堪 你妈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我 有个错小鬼 小唐啊 来 就坐在爷爷的旁边 来 谢谢老爷子 小唐 是我今天特意打电话叫来 哪有来了就受气的道理啊 小唐 你放心 爷爷给你做主 今天 他们谁都不能欺负你 好 哥 你是不知道他刚刚在外面有多嚣张 他居然让李家主 李少兄弟二人给他下跪 趁着机会赶紧好好教训他 不然啊 顾家可能会被他牵着鼻子走的 他都能让三大世家覆灭 让李家主跟李少兄弟二人跪下道歉 算什么嚣张 以后离他远点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咱们寿宴就开始了 别急爷爷 我知道今天是您的寿宴 所以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这 这是苏北先生的字画 知道您喜欢 特意给您找来了 苏北先生的字画 沈初堂 你可真是蠢到家了 苏北先生的作品早才去年就已经价值百亿了 你居然连苏北先生的作品都敢造假 你连看都没看 凭什么说我这个是假的 这还用看吗 苏北先生的字画 现在买都买不到了 就凭你 别说是送了 就连碰都没有资格碰苏北先生的作品 沈初堂 能看得出来 你为顾爷爷准备礼物 花了不少心思 也不知道你这幅仿的画 花了你多少钱 假的就是假的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早在寿宴开始之前 这幅字画就已经有人送过了 那就是我千余姐姐送的 顾爷爷 这造假苏北先生的话 事情可不小 这事还是交给警察来处理 立刻叫人过来通知警察 把他给我抓起来 报警可以 不过 怎么才能知道你送的那一幅是真的呢 笑话 我这幅画呀 我从半年前就开始准备了 辗转反刺 从一个收藏家手里得到 这幅画呀 是我花了大价钱才得到的 不像某些人呀 不知道从哪个打印店随便打印出来了一幅画 都敢拿到这宴席上来 够了 小腾送的礼物 不管是真是假 我都喜欢 你要报警是吗 可以 不过警察来了之后 抓的可能不是我 而是你 你真是胡说八道 这个破烂货 也敢说是苏北先生的真迹 我现在就把它撕个粉碎 到时候看警察来了 抓你还是抓我 你要干什么 你 你这是要干什么 撕 撕得越碎越好 你什么意思 这幅画可价值百亿 白小姐撕完了之后 记得赔呀 你 好了 清姐 我看呀 她就是为了脱罪 才故意编造这些画而已 是真是假 我们找个鉴定师来鉴定一下不就行了 爷爷 你说是不是 你也请鉴定师 还不知道从哪儿找个演员 还都跑龙套呢 喂 张艺天 我是沈初堂 小师妹 你可是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 师父可是天天念叨你的 云顶天宫六零六包厢 麻烦你来帮我鉴定一个东西 张艺天 你真的不知道丢人二字是怎么写的是吧 张建定师怎么会是你一个电话就能叫过来的 不知道从哪来的相伴 跑到这儿来丢人谢你 都知道 建行的人眼高于底 怎么能随便呼之其来挥之其去呢 寻常人想约鉴定团队 至少得提前半个月 这张建定师哪是想约就能约的道理 就是 这酒店安保也太差劲了 什么人都往里面放 行了 人顾老爷子刚刚不是说了吗 是他亲自打电话叫人来的 咱们呀得罪不起 请问您就是寿宴贺里的负责人吗 我是鉴定师张艺天 张建定师 听闻顾老爷子寿宴上有人模仿我师父的字画 我特来一件真假 怕不是沈出堂就盘上的哪位大手 这怎么可能啊 我不相信 这赫赫有名的张建定师怎么会来这儿啊 你是不是想说张建定师是你请过来 我刚才给我建定师的朋友发了一个消息 肯定啊 是他请张建定师过来 谁请过来的不都一样 建定师只要能鉴定真伪就行 当然不一样了 张建定师可是苏北先生旗下的弟子 他对苏北先生的话字更是了解 只有圈内的人才能请出来这么资历身后的人过来 不像某些人真是脸皮厚 什么事情都想往自己身上里面 那既然你说的这位张建定师这么厉害 是不是他说出什么结果 你们都能认 当然 他可是我们A市最有权威的鉴定师 到时候鉴定结果出来了 某些人可能会像狗一样 会在地下哭着求饶 听到没 还不赶快求饶 求我们放你一马 麻烦了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这幅画不用鉴定了 这幅画不用鉴定了 沈初棠 你听没听到 张大建定师瞧都不瞧一眼 你 我很确定 这幅画就是真的 这幅画你连看都不看 就知道是真的 这文明也太草率了吧 就是 你看都没有看一眼 你就说真的 你还不能演得像一点 因为你们口中的沈小姐 是我是妹 跟我同属于师父的关门弟子 这幅画都是师父送给他的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苏北先生的关门弟子 这太可算了 白小姐的意思是说我眼瞎 我连我师妹都认不出来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总之 我以我的职业生涯担保 沈小姐的字画一定是真的 这么可能 这个贱人 怎么可能 他的画怎么可能是真的 就算这个是真的 那也不能说明 千语姐的送的就是假的呀 苏北大师的作品那么多呢 对吧 对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这画是假 我师父他老人家 从来不做两幅同样的字画 而白小姐手上这一幅 从什么不知名的收藏家手上得来的 一定是姐 荒唐 我这幅画可是准备了半年之久 是从一个收藏家手中得到的 你凭什么说她是赝品 顾爷爷 肯定是这个贱人 传统好的 够了 不管此话是真是假 你的心意我领了 不过白小姐 现在请你离开这里 顾爷爷 你不能赶我走 来人哪 把白小姐从这里醒出去 对了 我会打电话通知你的父亲 商量百亿名化的赔偿事情 白小姐 请你好自卫人 白痴哥哥 你可帮帮我呀 这事要是让我爸知道了 我就自身难保了 白小姐的事 我帮她回 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还在这英雄救美呢 你胡说八道什么 只要有我在 怀之哥哥就不可能破绽 你们还不知道吧 怀之哥哥前两天 中了一个两百多亿的变 他马上就要成为上次的侨处 哦 那个项目呀 可惜 那个项目就是我画给顾家的 什么都是你做的 你怎么不说这天底下都是你的呢 你赶紧去别的地方丢人现眼 别叼我们顾家的脸 下宴上我不想跟你赶 但我顾家能中标 靠的是我个人能力 不然也不会在晚宴结束以后 通知我中标 顾怀之 那个项目你不应该进 现在顾家吃不下 吃不吃得下你怎么知道 这个项目既然给了我顾家 就说明顾氏集团有这个实力 总之我严禁于此 听不听是你的事 师兄 走吧 小唐 你好歹把这顿饭吃了再走 也不迟嘛 况且 今天该走的 不是你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爷爷 我就先走了 通知沈家的所有合作企业 终止与顾家的一切合作 否则 就是与我沈初堂为敌 是 小姐 您还要去找傅先生吗 当然了 对付顾怀之 还需要他的帮忙呢 看来 这次你要全力出击了 这还只是开胃菜 白小姐 这宴会是我顾家的宴会 你看 你这字画也送了 把心意我也领了 你是不是该走了 来人 送客 顾爷爷 我自己会怎么 这个沈初堂 他简直是反了天了 什么叫我们顾家吃不下 他以为他是谁 他说我们顾家吃不下 就吃不下了 儿子 你可千万别听他的 妈 不用点心 他一世无成目光短情 他说的话还影响不到 接下来 我会尽全力推进公司 新项目的开发 我一定会将顾氏 推向新的高峰 好 不愧是我儿子 要我说 这婚礼的好 等我们顾家 一步登天 有他沈初堂后悔的 你等等 快知 你和小唐 你们离婚了 嗯 你 你个混账 混账我眼 爸 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离了就离了呗 你怎么还骂人呢 难不成 还叫我们怀之 跟那个窝囊废 不一辈子 你懂个屁啊 当年我顾家一夜崩塌 是小唐伸出援手 我顾家才得以保全 他 他伸出援手什么了 他这么一个废物 他能帮上我们顾家什么呀 爷爷 他沈初堂就是一个 忘恩负义的小人 顾氏集团能有今天 靠的都是我的努力 跟他离婚 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 是啊 当初 他要是有那本事 怎么会嫁给怀之 又怎么会在我们顾家 整整呆了三年 留住小唐 是我顾家常胜不衰的关键 现在好了 全让你们回了 爷爷 不管他沈初堂怎么样 请你都要相信我的能力 我顾凡之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也能带领顾氏走向辉煌 喂 怎么了 顾总 不好了 我们顾氏集团所有合作方 全部终止了与我们公司的合作 这样下去 公司很快就会面临破产 你说什么 怎么会这样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底下的人也没查出什么原因 这样 你先稳住公司内部 我去联系合作方 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顾总 你一定要快 我们刚接手的那200亿订单 要是在关键时刻掉资金链 那200亿的违约金 会让我们公司彻底破产的 走 会尽快的 喂 出什么事了 儿子 喂 方总 我是顾氏集团啊 怎么您那个 喂 喂 喂 那个 周董在吗 周董交代过 末世集团的电话 一律附近 喂 方总 是我呀 我 郭怀之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好得为之吧 不是 喂 喂 副总 是我呀 我顾怀之 副先生 副 以往我们受审视集团的要求 令人您太多资源 现在 由于您的个人能力不达标 达不到和我们公司合作的最低标准 我们决定 终止所有合作 来请您 尽快退回订单 这 怎么回事啊 只不过就过了一个晚上而已 顾家 终究是难逃一劫呀 沈小姐 来这么早 谢谢 刚刚在楼下刚好有点事情 所以就提前来了 我们约的是晚上 沈小姐这么早来 倒是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啊 傅先生看着这么开心 倒不像是措手不及的样子 你来 我就很开心 傅先生 你不是说 今晚要带我去见一个人 准确的说是 两日后 两日后 沈小姐 有听说过 中夏商会吗 听说过 我外公 是中夏商会的会长 可是 这似乎不足以说服我跟傅先生联姻吧 甚至可以说是 毫无关系 如果顾怀之会参加这场药 你想要报复顾怀之 他如果参加了这场药 那将会是 报复他最后的机会 傅先生 怎么会知道 我想报复顾怀之 况且 您刚刚说的可是 如果 您又怎么知道 顾怀之一定会来参加 这场宴会呢 中夏商会 是商界整个 翘楚名流聚集之地 在这里 只要你有实力 哪怕濒临死亡的公司 也能打一场翻身仗 我已经命人放出了消息 沈小姐觉得 像顾怀之那样 骄傲自负的人 会不来参加这场宴会吗 傅先生 似乎比我想象中 更了解我 如果我说 我比沈小姐 更了解你自己呢 以傅先生的手段 想要调查我的背景 并不能 可是我也不知道 傅先生到底能从 我这里得到什么 沈家 是帝都唯一重视力中 不受制衡的事家 若是能和沈家 喜结联礼 那我在傅家的地位 无人能懂 好 那我跟你联姻 你帮我报复顾怀之 但是在此之前 我要先看到你的诚意 树叶那天 你来 我让你看到 我的诚意 去准备一份厚礼 两日后送往帝都秦家 以沈家的名义 为秦老太贺收 是 小姐 怀之哥哥 我有办法 帮故事渡过这次难关 你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你知道中夏商会吗 中夏商会 是那个帝都负责 整个商界的中夏商会 没错 听说这个中夏集团 要召开一场招标宴 只要能拿下这场招标宴 故事集团的问题 就能解决 甚至 可以超过沈氏集团 可中夏商会 跟普通的商会不同 是整个商界的龙岛 这样的招标会 只有沈氏集团 那样的大公司 才有资格被邀请在意 故事 还没有资格 被中夏商会召去 怀之哥哥 我去带你见一个人 这一切的问题 都能解决 陈叔叔 听说这次中夏商会 要召开一场招标宴 是啊 会和秦会长夫人的寿宴 一起举办 陈叔叔 实不相瞒 我这位朋友呀 公司出了些问题 极需要这次中标 您看您能不能行个方便 你们需要我做些什么 陈叔叔 我们就需要您 在宴会上 给我朋友捅一跳就行了 没有问题 不过这次招标会 和秦夫人的寿宴 一起举办 据说他们的孙子也会来 那可是帝都傅家 未来的掌权人 所以最后的决定权 我无法干涉 我没顾怀之 先谢过长辈 能得到您的相助 已是荣幸 没错 有您的相助 再加上怀之哥哥的实力 这个项目 非怀之哥哥没收 傅先生 我们昨天不是说好 两日之后参加 傅老爷子的寿宴吗 白千语带着顾怀之 找上了臣妇会上 目的是 拿下中标项 有什么可意外的 这一切不都在 傅先生的意料之中吗 你不觉得 我们也应该 提前串通一下 和秦朗先生 外公 爷爷好 好好 来来来 快来坐 你可是我们家小慈 第一个带回家的女孩子 行了 外公 说正事 我们这次来 主要是招标会上 有些事 需要提前和您商量一下 说 外公 这次的招标宴 你可以有合适的人选 怎么 你们 有想法 外公觉得 沈氏小姐 能力卓越 年纪轻轻的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 就能让沈氏集团 稳坐于如此高位 竞争这次的项目 能力 是绰绰有余 秦爷爷过于 秦爷爷过于了 但商会的副会长 却不这么认 什么意思 外公 顾氏集团 听说过吗 没有 没有就对了 顾氏集团 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招标宴 我得到消息 顾氏集团 和白家小姐 私会中下商会副会长 想让陈副会长 在招标宴上 投顾氏集团一票 这么一说 就会有一半的票数 会投给顾家 可 这招标宴 可不是小事情 陈副会长 怎么会答应这件事情啊 陈家和白家 有些救情 怎么 既然 都带人家来找我了 想必 有主意了 我想让外公 将这次招标宴的决定权 暂时交由 出堂结果 去 把招标宴的请帖拿来 麒麟铁 对 麒麟铁 他象征着此次招标会 绝无仅有的地位 持此铁之人 有资格 落作于 此宴会的 最高座 麒麟首座 到时候 我会让 所有的人 都认识你们 以免 有人会冲撞你们二位 难得外公这么大方 我就不客气了 我要不是看 某人 好不容易 把一个姑娘带回家 老头子 才懒得管你的鞋事了 多谢金爷爷 不客气 在宴会上 若被人欺负 尽管使唤这小子 放心吧 外公 我还以为 你会让我去竞标 把上会的决定权交给我 这份诚意也太厚重了 既然顾怀之 想靠外门邪道 争取中标 那就干脆 把招标会的决定权 交到你手里 他要是心甘情愿地求你呢 那就留他一条生路 他要是不愿意 那就是他咎由自取 多谢 这算是 我可是说过 等你嫁进傅家 傅家的一半江山 都是你的 不管怎样 这份恩情 我以后一定会报答的 你嫁给我 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副总 顾氏集团和白家 在得知你要去参加宴会 特意奉上了七成的家产 希望在宴会上 去见你 沐怀之和白千语 是 他们态度很强硬 非要见傅先生一面 好像是 为了招标宴上的事 要见他们 这个你做决定就好 那就见一见吧 不知道他看到我后 会是什么表情 大小姐 苏启助理刚刚来电话说 傅少有点事 要晚一点过来 不过不用担心 他说一切都安排好了 知道了 那你先回去吧 是 沈初棠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呀 竟然追到这儿 你当真是不怕死吗 我来这儿 有什么问题吗 今晚呀 可是中夏商会和顾家集团 在这儿的招标宴 你之前这么想害怀之哥哥 今天还有脸过来啊 中夏商会可是商界的翘楚 你不该来这儿 不该来这儿的是你 我告诉你 就算有邀请函 你们也进不去 你还是那么强词夺利 只会成口舌之款 事情的结局 从来都不会因为 你的空话而改变 沈初棠 你什么时候 才能有自知之明 我一句话能改变的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至于自知之明 够了 怀之哥哥 我们跟他说那么多 都没有什么用 毕竟我们都不是 一个层次的人 你好自为之吧 你们二位的邀请案无效 今晚没有资格入场 啊 麒麟铁 什么是麒麟铁 麒麟铁是本次商会 最高的象征 只有会长和会长夫人 才有资格持有 是华夏商会最高的认可 麒麟铁 怎么会在他手上 沈初棠 你又用了什么下三滥 这麒麟铁 你从哪弄来的 这个麒麟铁 是我光明正大 自己拿来的 至于从哪弄到的 跟你有关系吗 你 你少给我在这装了 这张麒麟铁 怎么可能是你 这种下等人能拿到的 你真是以下犯上 是天大的剑 这张麒麟铁 我拿了就是拿了 少拿你自以为是的眼光来看 他根本衡量不了我 他衡量不了你 那什么才能衡量 你真以为你能跟 中下商会比肩吗 你说错了 中下商会 以我为尊 大言不惨 还真是找死 依我看啊 他那张麒麟铁 就是偷来 可是他又不知道 麒麟铁的分量 迟迟不敢拿出来 这样的麒麟铁 连副会长都没有资格 听见了吗 这个女人不仅偷了麒麟铁 还在这大言不惨 你们还不赶紧把她赶出去 我倒要看看 谁敢动我父眼 辞的女人 无效 你说什么呢 你开什么玩笑啊 这个可是我从副会长那里 亲手拿来的 怎么可能无效呢 我们也是前不久 刚得到的通知 故事和白家的邀请函 一律作废 你们今晚没有资格入场 我们白家也没有资格入场吗 没有资格就是没有资格 没有凭什么一说 这位小姐 你要是执意在这里到市的话 我们会采取一些强制手段 好了 这不是我们护叫蛮缠的地方 那个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资格 为什么会被取消啊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无可奉告 你说什么 我都已经说了 今晚不该来这的 是你们 你少在哪装了 你连一张铁都没有 你更进不去 谁说我没有青铁 你说什么 难不成这个会场 还能邀请你了 这个会场 还真就邀请我了 啊 麒麟铁 我倒要看看 谁敢动我赴燕瓷的女人 抱歉 我来晚了 没事 还不算太晚 傅先生 这个沈厨堂 怎么还没被傅先生踹开 沈小姐的麒麟铁 是我外公给的 这场宴会 也是我带她来的 我倒要看看 谁敢让她离开 这怎么可能啊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都能进来 证明这中下商会的门槛 也没有那么高 你 别 他们的邀请韩作废 是你做的 放心 他们进到来 不是还有一个 陈副会长吗 怀之哥哥 你千万不要把 傅先生的话 放到心里去啊 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他沈初堂 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他傅燕瓷 清楚的更多 就算他今晚 亲自为沈初堂撑腰 也改变不了 是傅塘只能 依靠男人的事实 你们怎么不进去 陈叔叔 现在的保安 也太不把您 放在眼里了 我们给他傾铁 想要进去 他说傾铁无效 这不就是在 打您的脸吗 傾铁无效 我应该有效了吧 叔叔 你认识那个傅燕瓷吗 当然 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 会长的外孙 帝都傅家未来的掌权人 他就是会长的外孙啊 难怪沈初堂 说他手中那张麒麟铁 是傅先生外公给 说什么 麒麟铁 叔叔 你看那个女人 他就叫沈初堂 他说他手中那张情品 是傅先生给他 像他那样 只会爬上别人床的贱女 怎么能拿麒麟铁 这么尊贵的东西 这东西 可不能交到他手上 如果是这样 傅少定是被那个女人 诱骗了 沈叔叔 不敢不敢 傅少是来祝寿的 是 那这位是 沈氏集团沈朱棠 久仰陈副会长大名 傅少主 有些话不给我一个外人讲 不过此事和中下商会有关 好歹 我也是商会的副会长 这麒麟铁 怎么在他手上 是否有些不太合理 那陈副会长的意思是 这行艇 应该交到谁手上 自然是位高权重者 整个中下商会 有资格拥有麒麟铁 除了我和会长 最多也就是会长夫人 还有资格 至于其他人啊 最好赶紧交出麒麟铁 自己离开宴会 退出 今晚这宴会 他要是走 没人能办得下死 沈初棠 你凭什么坐那个位置 傅先生 您身份尊贵 但今日是中下商会的招标会 您不能为了这样一个女人 傅先生 即使您是帝都傅家的少主 也不能任由一个女人 在中下商会上这样倒门 年少轻狂 不知轻重 陈副会长教训的是 但今日我可是按照规矩办事 这中下商会招标手做 理当沈书堂来做 傅少主这话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个女人 有什么掏天的本事呢 我可是听说了 这个沈小姐手段下语 心思不纯 傅少主 你把这样的人留在身边 恐有后患 这就不劳烦陈副会长操心了 陈副会长只需要知道 中下招标会上 手持麒麟铁纸 全力 等同会长 傅先生 陈副会长也是为你好 顾先生今天是养了谁的医长 今天有资格来去教傅先生做事 否则是因为陈副会长 苏先生 饭可以乱吃 但话不能乱讲 得了乙账的人 分明是他沈出堂 傅先生 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女人 得罪整个中下商会吗 得罪整个商会 整个商会所有人加起来 都不如沈小姐一个人 傅会长 你就是这样子 管教你的下人的吗 他说的 哪里不对吗 麒麟铁事关重大 会长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 交给一个外人 陈副会长的意思是 这情帖 是他偷懒的 他怎么拿大的情帖 你比我更清楚 傅少主 别怪我 没提醒 今天 不光是中下商会的超边晚宴 更是你外婆的寿宴 你在宴会上纵容一介妇人 如此肆意妄为 你考虑过秦家的颜面吗 秦家的颜面 靠的可不是这中下商会 爸 我不与你一个年轻人争论 我作为商会的副会长 又是你半个长辈 我也不为难你 只要 你让这个女人 交出麒麟铁 赶出宴会 今晚之事 看我没发生过 傅先生 就算你今晚非要的 你也不能让他 坐在那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 我怎么就坐不得 一介妇人 如此狂妄 那个位置 宴会的最高位 是宴会的首位 非商会会长 非权势滔天者 非万人之上 不可做 那臣妇会长 又怎么能确信 我并非商会会长 你又怎么能知道 我不是那全石滔天 万人之上 要不是靠着一些 不入流的水段 爬上了男人的床 今夜这中下商会 怎么可能有你一席之地 更别说 坐上了首座的位置 你错了 今夜这中下商会 共揽全场 唯武 独占 黄毛丫头 不知死活 你赶快下来 纵使你有麒麟铁在手 那个位置 我说你坐不得 你就坐不得 臣妇会长 可还记得中下商会的规矩 记得又如何 中下商会 首持麒麟铁者 掌控全场 决定竞标 与会长同享输入 这个规矩 还有几人记得 傅少主 不用如此施压 我等自然记得 中下商会的规矩 不过前面我也说了 麒麟铁事关重大 即便是会长来了 也得给我等一个交代 否则 让商会众多的名流巧处 为了一个恰贱的妇人 扶手称臣 谁能服气 我周家不服 我林家也不服 还有我许家也不服 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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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赶紧滚下来 我警告你 你手拿切琳铁之事 即便是会长来了 也得给我等一个交代 你若一意孤行 到时傅少主 都保不住你 会长来到的时候 便是你全族夫灭之时 有大的口气 你们刚才是要让谁全族覆灭啊 晚辈顾怀之 见过秦会长 秦会长 刚才并非是我们大爷不惨 而且那沈出唐目无尊卑 藐视众人 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 没错 秦会长 他一切气负 身份卑微 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场合中 但是他闯进宴会 而且他肆意妄为 口出狂言 既然他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 作声了那至尊守卫 副会长好言相劝 他不仅不听 还说他是忠向会长 都要以他为罪 所以陈副会长才急言立四 陈副会长 是这样吗 不错会长 您来得正好 跟说今晚是夫人的寿宴 你应请副少主来参加 但是这沈出唐 我倒不明白 那秦林铁 为什么在他的手上 还请会长 给我等一个交代 请会长 请我们一个交代 秦林铁 是我亲手交到沈小姐手里的 这理由 难道还要我 为你们解释吗 中下商会的规矩 你们还都记得多少 陈副会长 您又记得多少呢 会长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要保这个计划 放肆 沈家 虽然老宅没在帝都 但是他们的产业 遍布全国各地 你觉得中下商会历年 为何都没有邀请 沈家参加 沈家 他是沈家的人 居然是商业巨统 沈家的人 完了 这些完了 他该不会是 沈家的那位千金吧 这可怎么办 我们刚刚 极客齐 废主 陈庆舟 中下商会 副会长一职 中下除名 你等 谁就遗见 我等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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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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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秦会长 你为什么会因为沈出堂 免了陈副会长的职 傅彦慈 乃是傅家 下一届继承人 傅家 掌控着中下商会 绝大部分人的 商业生路 而这位 沈小姐 乃是沈氏集团的 唯一继承人 在短短几年时间 就能让集团公司的产业 覆盖整个市场 你们说 他够不够资格 行会长 这沈出堂 怎么可能是 沈氏集团的继承人呢 这肯定是搞错人 他之前就冒充过 沈家大好几 他只是用了一些 不用留的手段 才得到了这一切 这肯定是个误会 这一定是假 我才不相信 沈出堂会有 那么大的本事 他不行 没行 我接管商会 五十余载 商会里 多了些什么人 少了些什么人 我心里最清楚 我怎么就不记得 此次宴会 邀请了你 那里啊 中下商会 手持其林铁程 电视会上 沈小姐 就是中下商会 下一任新会场 以后商会的事物 全由 沈小姐出来 我们 不如有个细节 不是说赞管商会吗 怎么 权力太大 沈小姐接不住了 这就是你所说的诚意 算是吧 既然如此 我在此宣布 中下商会 以后再也不会和顾家合作 这有私自违反者 逐出商会 这姓顾的 怎么得罪沈小姐呢 我怎么知道 沈小姐一出场 姓顾的就针对她 说不定 他们之前有什么救援 我不同意 秦会长 她只不过就是一个 被我扫地出门的女人 她没有资格 我也不同意 秦会长 你们都被她骗了 她根本就不是沈家大小姐 什么 沈小姐 是顾家的妻妇 这 不可能吧 没错 她沈初堂 就是一个被我顾家 扫地出门的女人 她凭什么能攀走宿景 凭什么当着 中下商会会长 我父家认定的儿媳妇 怎么就不能做商会会长 我父家认定的儿媳妇 怎么就不能做商会会长 刚才是你说的 我儿媳妇 不配着中下商会会长的位置 我说的都是实话 哦 那你倒是说说 我陆院认定的儿媳妇 哪里不配 她沈初堂生来悲戒 要不是进了我顾家家门 她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地步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儿媳妇能有今天 全都要仰仗 你这个一无是处 好高勿远的废物前夫 傅夫人说话未免也太不尊重事实了 她沈初堂为了报复 攀附上了沈氏集团 带长人齐名 之后更是和沈氏集团的三位少爷关起 不清不楚 如此作风下作的女人 傅夫人当真要让她进入傅家的本 攀附齐名 和沈家三位少爷不清不楚 没错 夫人 她沈初堂啊 自从跟顾总离婚之后 就爬上了那个齐名的床 还跟沈家三位少公子 不清不楚 这样的女人啊 你要是想娶回家呢 你可要认清这个女人的正面 这张脸生的勉强还能看得过去 可惜了 那点狐媚心思尽显于色 沈初堂坦荡磊落 而你二人从始至终 不是空口无凭的污蔑人家 其心可拘 心怀鬼态空口无凭 一切都是她沈初堂 是她冒犯了沈家大小姐 是她为了报复 攀附权贵 我女儿什么时候 需要攀附自家的权贵了 妈 大哥哥三哥 你们怎么来了 走吧 我们也下去吧 当然是来喝瘦的呀 秦老夫人 晚辈贺晚玲 祝您碎碎似红颜 朱沙点笑颜 祖母 祝您福入东海 寿柄南山 沈家沈初堂 祝秦老夫人容颜思欲 青春永祝 好好好 这祝福啊 一看就是用了心的 不像某些人 年年都是那句话 我听都听腻了 还是姑娘家贴心呀 晚辈沈修起思言 子昂 见过秦老夫人 祝秦老夫人 福寿连连 笑口残开 好好好 这沈家不简单呀 个个都是人中龙凤 秦奶奶果然是好眼光 不过 今日 她是要惊扰秦奶奶的寿愿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她怎么可能会是沈家大小姐 你说的没错 她跟我们的关系 确定 沈初堂 是我们沈家唯一的亲君 也是我们兄弟三个 血浓于手的亲妹们 更是沈氏集团唯一的记者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们三个都在包庇这个女人 徐会长 你要相信我 这三个人跟沈初堂关系危险 你的意思是说 我连自己的女儿 都认不出来了吗 还是想说 我和自己的女儿 也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这不可能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 顾怀之 我是沈家大小姐 这几个字我都已经说厌了 你什么时候相信过我 你只会相信白千语 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我现在告诉你 你顾家能有今日 全都是因为我沈初堂 顾氏集团 也是因为我才能风生水起 你现在相信了吗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清楚 你要是早点说清楚 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吧 明完不灵 顾怀之 顾家已经穷途末路了 你如果还想让顾家 进 大小姐 这三年 沈氏集团 给予顾氏的一切优待 都收回来了 好 放那儿吧 那顾 有话直说 那个顾怀之 不知道从哪知道 您家的住址 现在正在门口跪着 等您的原谅呢 他要跪的话 就让他跪着 等到跪累了 自己就走了 大小姐 好事都将近了 这些事就交给我们处理呗 胡说什么呢 八字还没一撇 这还没一撇呢 双方都见过家长了 更何况你们俩的婚约 早就定下了 我可是听说 那个秦老太太 对你喜欢得很 恨不得夜会一结束 就把你管回秦家 你是不是没事干了 要不然 大哥在非洲的那个项目 害你去 不不不 我有事 大小姐 我马上有事 我先走了 大小姐 那个顾怀之眉拦住 现在已经闯进来了 他现在在哪 客厅 顾总的傲骨 这么容易就折了吗 楚唐 楚唐对不起 你能不能原谅我一次 你是在为哪件事道歉 我 是我嫁见你顾家 三年以来所受到的 冷眼和欺辱 还是你顾怀之 为了攀附权贵 而抛弃糟糠之妻 还是你离婚之后 对我进行了种种污蔑 顾怀之 今天你跪在这里 不是因为你感到抱歉 而是因为你害怕权贵 你不甘心顾家 就这样毁在你的手里 但是你又怎么有脸认为 我会给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第二次机会 楚唐 楚唐 不是这样的 你相信我 你 你之前隐瞒身份的时候 我不是也娶你了吗 你相信我 我对你是有感 顾怀之 我今天来见你 只是为了给顾家 最后一次机会 但我没有想到 你连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 都没有 齐鸣 在 吩咐下去 加强保镖人手 以后只要再见到他 立刻报警 是 晚安 带下去 楚唐 楚唐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楚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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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怀之哥哥 你没事吧 我 不是因为你 我才弄到这个下场 顾怀之 我这么帮你 你竟然打我 你碰我 这就是你帮我下手 拜你所思 我们顾家完了 现在你满意了吗 你少跟我扣帽子 我告诉你 我今天算是看清楚 你他妈就不是一个人 好事你小刀 坏事你都赖在我头上 沈楚唐真是瞎了眼 看上你 那不是因为你在中间挑拨了一切 我跟沈楚唐他会离婚吗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的错 顾怀之 你疯了 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白千语的错 都是他沈楚唐的错 为什么要毁掉我故事集团 为什么要毁掉我的假眼 沈小姐 能否赏个脸 和在下共计午餐 确之不公 傅先生不用这么照顾我的 你也去做吧 傅先生 那我们现在可以聊一聊 关于莲姻的事情吧 还要说 我还以为 莲姻的事情 双方都默认了 是都已经默认了 不过什么时候结婚 还得我说了算 好 你说了算 只要你愿意嫁 多久我都等 傅怨慈 坦白来讲 我有过一段三年的婚姻 但是体验感并不好 体验感不好 是因为你那段婚姻 只有你再认真经营 很累吧 大家都是明白人 我也就不绕丸子了 如果我是在三年前 遇到了你 傅怨慈 我一定毫不犹豫就嫁了 可是现在 没有人能够保证 一段感情不变质 我沈楚唐不需要钱 我也并不需要 你付家的利益 我更不希望我自己会成为你的附属 之前是怕你不答应的说辞 付家的事我已经解决了 我根本不需要什么联谊 总之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好好想想 如果我们这段感情 掺杂了太多的利益 我觉得 傅先生不如跟我谈一份商业合作 你等等 我也证明给你看 其实我们早就 说的没错 我们沈家 可不缺钱 我们沈家 可不缺钱 我说三位大哥 我们可真会掐点来啊 想娶我小妹 可没那么容易 我先谢谢副总送来的生意了 二哥 你干什么了 没什么 只不过是吞了点傅家的生意而已 没关系 一点小合作而已 以后整个傅室都是你的 这点小合作 还谈不上聘礼 说的倒是好听 你若真的把傅室都给了小唐 哪还有钱给小唐聘礼啊 我就不能 有点自己的私人差业 不过 小唐现在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我听我哥的 也对 结婚 领证 生子 还有这么多事情没做 没想到 堂堂护家少主 竟然还是个恋爱呢 你跟我来 我有东西给你 我说三位大哥 行行好 你们就别跟来了 好不好 傅宴斯 你到底要带我看什么 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 神主 其实 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很久了 什么时候 所以 你这什么都不记得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还是个严控 大家快看呀 他都碰成球的 家里有钱要怎样 还不是没人愿意跟你玩 谁打我 你们再欺负他 我就 干了事了 快跑啊 快跑 你一看力气就比他们大 他们要是下次再欺负你 你就给他们打回去 你是那个小胖子 你想起来了 怎么是你啊 不过 你不是一直在傅家长大的吗 怎么会在云省上幼儿园 小时候父母在云省从政 我跟着他们在云省 上过一段时间的幼儿园 后来他们工作近生 我们就搬来了帝都 来到帝都之后 我一直有意打听你的情况 知道你什么时候得了奖 知道你近几天吃过什么 有没有难受 怪不得之后 再也没有遇到过你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啊 因为 我那会儿是个小胖子 别看年纪小 我可是很要面子的 那后来呢 后来 我努力减肥 你成年后 我就让我爸妈 去你家提了心 偷偷定下了这么回事 等我妈完社里的事情 准备去见你的时候 你已经结婚了 初谭 我真的 等了你很久 我知道 顾怀之的事情 让你对婚姻 多少有点心理阴影 我不跟你承诺空话 我说的 富士企业尽属归你 这不是空话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我也做了 伤害你的事情 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地 把我甩开 然后拿着我的钱 去找一个更好的 让我近身出户 天大 别说了 你答应了 我不答应 你可真难追 不过没关系 我 你来追求我 什么 我说 我让你跪一下 追我做你女朋友 好 起来你 是这么跪的吗 你求婚 没准备戒指 准备了准备了 你愿意 做我女朋友吗 我愿意 给我戴上 好看 起来吧 不言辞 我给你三天时间 追我 我们谈恋爱 之后再领证结婚 就像你说的 顺序不能变 好 婚礼的日子商量好了 商量好了 真的是商量出来的吗 我怎么觉得 我三哥的表情不太对 好吧 是我力排众议 将婚礼的日子 安排在最近的日子上 多件 一周 怪不得 他们要结婚了 婚礼定在下周一 凭什么 凭什么 那沈初堂过得这么幸福 我却过得这么老婆 什么事 顾怀之 你难道不想包袱沈初堂吗 有什么事直说 别绕碗子 跟你说实话吧 我现在过得没比你好到哪里去 这一切都是拜沈初堂所自 我们再合作一次 不用了 他那副大总裁都可变成我的专属司机了 初堂 初堂 喂 傅先生 好长时间没见了吧 初堂 叫得可真亲密 我之前就好奇 像你那种家事的人 怎么就能看上 这种贱女人 现在看来你们早就有一顿 是吧 怎么样 我顾怀之玩剩下的女人 您傅总玩这可还满意 他人呢 你把他怎么样了 想知道 那你带一百亿来废弃仓库 否则 我可不能保证他能见到离开的太子 副总 是沈小姐出了什么事吗 快 准备一百亿现金 不用关系 马上找到顾海之河初堂的下落 快去 是 等一下 跟沈家通个信 赵师叔 沈初堂 你说你有什么好 一个两个都往你身上 不过没关系 等你死了之后 我就会替代你的位置 我可不会让你这张脸白瞎了 就算他沈初堂死了 你也爬不上傅燕子中 你以为我抢男人靠的是美貌吗 靠美貌 我哪比得上沈家大小姐 靠的是利益 你觉得你能给傅燕子带来什么利益 这个你就不需要管 但是你需要记住的是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副总 您这个时候 千万别自乱阵脚 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您稍等我一下 我现在就继续 我等不及了 苏星 联系好各执法大队 安排好狙击手准备救人 我得先过去一趟 我不能把初堂一个人留在那儿 好 喂 副少 你对沈大小姐真是用情至深啊 你想知道沈大小姐在呢 他接你开 我找他人没事 爽快 我就喜欢跟副少这样聪明的说话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我要你们傅家全部的资产 我要当傅家的主母 我相信你是没有资格拒绝 可以 但在这之前 你怎么能保证 顾怀之不会对他动手 这个我可保证不了 因为我们是一起绑的 但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不用 你们绑架的 不就是想要钱吗 白千云 你只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记住了 我要的是他毫发无损 凤子 你什么都拿不到 紧张成这样子 这个副少 看来是真的喜欢沈大小姐 这里是哪 沈小姐 你醒了 是你们绑了我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当然是要拿你换钱了 我大哥他们不会这么轻易答应你们 你们最好把我交出去 你大哥确实不会轻易答应我 但是有一个人 他可着急得不得了 出汤 傅燕慈 只要请到位 神出汤一根汗毛都不会少 钱呢 一把一不是小数目 提出来需要手续和时间 我已经都用所有关系续取 钱马上就会送过来 放屁 你给你傅燕慈的手续和地方 弄到这一百亿时间 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我看你根本就不想画这一百亿吧 那既然这样 这条命就不要 住手 我说过了 钱马上到 苏琪在来的路上 我没有骗你 傅少爷 这样真是让人心疼 沈大小姐 你看到了吗 他为了救你 命也娶我 真是让人羡慕 别怎么在这儿演戏 我数三个数 我要见不到几人 那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一 傅少爷 你看到了吗 他的死可跟我没关系 二 叶子 你千万不能有些 我求你了 我们还没有结婚呢 你千万不能有些 快走 他们装了炸弹 你们一个月别想跑 你醒了 有没有哪儿不舒服 没事 没有伤到腰海 我去叫医生 别 多陪我一会儿 喂 他醒了 燕子 怎么样啊 妈 外公外婆 你们挡着他了 还知道惦记媳妇呢 这么说 就是没什么大事 那我们也就有点眼力劲 别耽误这个臭小子 您媳妇了 咱们走走走走 走 我们走了啊 真的没有哪里难受了吗 有 哪 还没结婚 这里难受 你 顾先生 你愿意娶沈初堂小姐为妻 无论生老病死 都不离不弃吗 我愿意 沈小姐 你愿意嫁给傅燕慈先生 无论贫穷富贵 都共度难关吗 我愿意 一个人画圈圈 一个人当抽签 反复会伤你的侧脸 下把你清理成绝点 还不想流灭 在等着你上线 我终于去到你了 为什么要准备黑色魂杀 黑色代表忠诚 你是我的男人 对我的东西 是对的 是对的 我终于去到你了 我终于去到你了